hello 大家好 欢迎欢迎 今天视频的主题呢 是想跟大家做一个关于soap 关于我的狗的Q&A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视频 我叫Emma 我有一只狗 它是一只法国斗牛犬 哇 好多人喜欢它嘛 喜欢它 多顾喜欢我 想让我讲一下关于养狗啊 还有养法斗啊 这系列 今天就挑出一些给大家回答 好 那就开始今天视频吧 这些都是小石头写出来的 因为它对狗说实话 比我了解的多得多 答案都写得非常好 一共有三页 如果我是老师的话 我会给大家买 好 那为什么soap叫soap呢 就是我们在养soap之前 在决定养soap之前 你为什么要重复我说的话 我说的是你主抽 在决定养soap之前 对 我们很喜欢游戏叫做Cop Duty 中文叫使命召唤 是PlayStation上的游戏 那个主角叫soap 对 反正就是跟这个游戏来 但其实我也没有说 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 只不过那个时候就还蛮喜欢玩的 第二个问题 soap跟谁比较轻 跟我比较轻 就是公狗可能跟女主人会比较轻 母狗跟男主人比较轻 陪她时间比较多吧 所以觉得我是她的妈妈 三问题 最奇葩的事情 OK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就是soap当时很小的时候 刚回来 她小的时候肠胃不是很好 就发痘都有这个通病吧 睡觉睡到一半 睡到熟睡的时候 就听到砰一声 就是她屁股对着我的梳妆台 那个梳妆台下面脚上 有一些carvings嘛 喷射状的那种进了carving的那里面 还有一个很奇葩的事情 就是有一两天 soap一直吃不好 然后睡不好 然后一直趴在地上 很没有精神 肚子也一直咕咕咕叫那种 不知道她到底吃了什么 大家出去尿尿 拉屎 她拉出来一个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高尔兹球的内胆 她的嘴就是这么大 然后那个球就这么大 我不知道她怎么进去了 我兜一下进去了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soap你来读 念第五个 soap最喜欢的东西和最怕的东西 她喜欢毯子 沙发这种地方是OK她上学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铺这个毯子呢 它是不可以上来的 我每次从PetSmart会哪里买了一条新的毯子回来的时候 哒哒哒哒哒那个两个爪子上方上那么一扑 它就一秒钟啪一下跳上来 最害怕的东西就是塑料袋 塑料袋 你怎么念啊 塑料袋 那你怎么念岩碱 岩碱 我怎么发现呢 就以前我们从超市里大罗华什么的买了东西回来 塑料袋往地上一放 耳朵往后面一翻 那个就是她害怕的意思 咚咚咚咚两个爪子就跑得很远 就离那个很远 从什么时候开始养soap的 2014年3月份开始养 soap的生日是3月8号 从小就很难把我们买回来的东西 他就一定要看个清楚 我们是从受不了 个月大的时候 把他接回家里开始养 当时怎么下决心要养狗 因为一个人养狗 是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你养了一个小生命 没有时间陪他 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吧 当时决定养狗 是因为我们当时 也已经稳定下来了 为什么是法国斗牛犬 其实我跟你们讲 我最先开始喜欢的是 那种网红类型的狗 是一个扑斗 小贵宾 Blake Lively 也就是我现在的女神吧 他那个时候 一直抱着一个扑斗 比较粘人的狗 那我们俩的性格 都不是说特别喜欢粘人的狗吧 可能喜欢像Soap这样子 比较无所谓一点的 还有一个契机 就是我们当时去一个好朋友家 他家养了一只法斗 第一次是亲眼看到一只真狗 就是在他家 非常的大 非常胖 叫欧巴他的名字 看到真狗会觉得 后里这个狗好像一只猪啊 太可爱了 所以就决定养法斗 养之后生活有一些什么变化 那个时间上的自由度 有一些牺牲了 要定期的撒尿拉屎 对吧 你不能一天都在外面不回来 开销也会大一点 就平时他会有一些食物的开销 还有医药费啊之类的 如果生病的话 好的地方呢 就是改变我们家里 多了一个新成员 整个家里的气氛 比较融洽吧 就是两个人会更多的 共同语言 你觉得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呀 家里变臭了 有什么想要告诉 准备养狗的新主人 事先做好功课吧 上网Google一下 或者YouTube一下 看你要养的那个狗的品种 有什么习性啊 前三个月像养baby一样 就是很辛苦的 因为中间不可以睡一个整的觉 接小狗回家要注意什么 这个是专业性的问题 能不能回答 我把稿子给你 不需要 首先 你给我写四条 啊 是吗 第一点啊 就是去兽医那边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这个是接狗回来以后 好一点的breeder 他都会给你48小时 或者72小时的guarantee 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你拿去兽医那 就检查出什么 遗传性的问题 breeder都会愿意 把这只狗take back 就像一个退钱一样的 对 那第二点就是要 接种疫苗 对 好 在breeder那边 接回来之前 他就会已经安排兽医 打了第一针和出虫 接回来以后 应该马上就要安排 兽医打第二针 16周的时候 是打第三针 在北美这边的话 就是推荐三针 打完以后再让这只狗 去和公园里的狗接触 大的风险会感染上 一些比较致命的 是因为草地上带着病毒 分辨致命的三种病毒 一个是狂犬病 一个是叫细小病毒 pavo 还有一个就是狗瘟 好 第三个就是 找一个保险公司 这一点我知道 那找保险公司的好处就是 你去兽医那边开销 可以爆掉 那你一个月就像车保险一样 你一个月会交固定的一些钱 根据你小狗的身体状况 经常去医院 那你下一年的保险 可能会上面涨一点点 但不是每一只狗 都有保险公司的 对不对 Hello 法国斗牛犬的简单介绍 法国斗牛犬的体重 一般在18磅到28磅 特别重 一般家养的法国斗牛犬 可以比这个再轻一点 或者再重一点 都是没问题的 主要有三种颜色 叫做brindle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会以为的黑色 它们身上的黑里 一定会掺杂的一些 像老虎身上的斑 黄黄的颜色 所以这个叫做虎斑色 就送这种其实就是白色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 它背上不是说纯版 它后面有一些 这样子的花生的颜色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土色了 很多人也问到了 就是说怎么样挑一个 长得好看的法斗 我首先是觉得狗嘛 当然健康最重要 对不对 长相这个都是主观的 标准的standard 对于法斗来说 理想的法斗 它的头应该是比较大的 身体比较短 然后头要比较方一点 肩膀要比较宽 胸前的肌肉要比较厚实 耳朵之间的头部 是要比较平坦一点 比较好 两只耳朵在正常情况下 要比较高耸 但也不是完全以90度 朝天上这样子 很终法斗的腿 应该不会太长 对它们没有剪 它就是天生 这个肘木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小球 你看这样 反正就是你的狗 不管长得怎么样 但是你养了之后呢 你最后有感情 你都会觉得你狗是现在最后看的 然后法斗的价格是比较贵 猴大身体小的这个特殊的构造嘛 它们其实是很难进行 自然交配和生产 一般都是需要兽医 来进行人工的剖腹产 一来呢增加繁殖成本 二来呢 由于它每一窝的 胎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一般都是两只到四只左右 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贵 在好一点的breeder那边 一般都要3000到3500加并一只 钓毛问题 要么你要回答 钓毛嘛 就是还行了 就是因为它们毛比较短 所以钓的你也不是很明显 不像是长毛狗筋毛之类的 它一钓毛就是成佗成佗的毛 每年因为季节的问题 有两次这个大量的钓毛季 还有就是拿这样子的一个梳子 给它从头这样的啪啪收到尾 狗是很喜欢这个 因为这个藏毛很舒服吧 就会大量减少 它在室内钓毛的这个问题 法斗呢 它有一个这个怕热这个问题 最好是在25度以下的天气 出去遛 在夏天的时候 你要想带法斗出去遛或者玩 最好呢 是它身上背一个这样子的冰块 叫ice pack 或者是你用手磨一些水 这样子粘到它的头上 这样也会给它的那个 整个体温降下来 然后你出门遛法斗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带足水 那下面一个法斗常见的疾病 呼吸道疾病 因为它鼻子太短嘛 所以说它呼吸 不畅的时候容易窒息 那这个情况不是说 平时就会发生了 就是热的情况下 还是刚刚讲的天气炎热 它会这样子panting really hard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皮肤病 然后皮肤病的话 就是要固定打针换狗粮 因为它有可能是对狗粮里的 某一个产生分 比如说鸡啊或者牛肉这样子过敏 剩下一个就是它的肠胃 就是sob很明显 它小的时候肠胃真的不太行 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需要给它换不同的狗粮 去鉴别它到底对哪一种 过敏哪一种不过敏 所以法斗这个就是肠胃 这个还蛮麻烦 智力程度 法斗是中上吧 中上吗中吧 后面啊顺从力 法斗就是中下 它比较有自己的mindset 它比较有自己的个性吧 有的时候它心情不好 也不一定心情不好 这就是要懒得理你的时候 它就懒得理你 你怎么叫它也不过来 该去哪里买狗 按照这边西方的很多说法 很多人希望大家能选择领养 代替买狗 很多狗被主人抛弃 并不是因为说它健康上有问题啊 什么的只是单纯的 包括像我们这边有很多 包括学生啊什么的 都会发生比如说养狗养到一半 回国啦或者父母不让养啦 其实那只狗都是健康的 而且是很多人 我知道也是花了很多 很大的价钱买的那种 很贵的那种系统很好的狗 所以呢 大家可以考虑去领养 除了领养之外呢 当然就是购买了 对不对 那当然一种就是朋友之间的购买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像我们呢 就是在网上找的 比较有声望的breeder breeder其实有别于 很多我们中国人以前理解的 狗舍这样的东西 狗场 其实breeder不是狗场 主要区别呢 就在于狗场呢 一般都是什么狗都养 breeder呢 一般都是比较有选择的 对它专攻一种的狗 一种或者两种 一来它们就是对这种狗 会有充分的了解 二来呢 它们的血统也不会发生 比如说 因为我没有心思去打理那么多 所以我的这个血统就没有那么好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 其实我们并不推荐大家去宠物店买狗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因为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 可能它们比如说 不是很了解 怎么样去买狗这个事情 那肯定第一反应就是 要去加福定的宠物店了 那么去宠物店有什么坏处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 它的价格其实 并没有说会比那些breeder便宜 然后剩下来第二点呢 就是说 因为宠物店它这个货源的问题 很多宠物店它们的狗 其实都是从这边叫做Puppie Mews 也就是很 在中国类似狗场的一种地方进的 那边呢都是从国外 以低成本价格 进口过来的一些 可能说品项不纯 或者说不健康 有遗传的那种疾病的那种狗 当然也不是说 你一定就买到的是 不健康的或者说不好的 只是说这样的概率会大一些 如果说你是想要买到一只纯种的 不管是法豆 还是别的品种的狗 我们都建议你可以去网上 搜索一些breeder 那么在加拿大 有这个机构叫做CKC 在美国呢叫做AKC 它们都是就是养狗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组织 监管组织 一定要找那种 被这个组织承认的breeder I don't know 大美一个问题是 怎么给狗大小便的训练 这个也是还蛮多人私信 说SOAP会不会在室内拉屎 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呢 是要从小训练起的 训练的办法就是 老外这边比较推崇的 叫做Crate Training 带回家开始 但是呢又不能太大 就是比如说 它一个狗的size两倍 虽然可能你们听着点残忍 但是呢就一定要忍着 把它关到那个笼子里 哪怕它叫也好 发出那种呜呜的哭声也好 它会那样子小的 像是我会这样 目的就是说 要让它建立起 就是这个笼子 是我的家的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狗它是这样的 它是说爱干净 是挺爱干净 它是不会在自己的家里面 撒尿拉屎的 把它关在这个笼子里 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时候你把它放出来 哪怕你在家里放的 那个给小便的那个纸上 或者把它带到花园里 如果它这手尿尿拉屎了 就要表扬它 接下来带回家以后呢 就要跟它玩 让它在心理建立起来 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刚刚尿尿的地方是对的 反复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也就会学会了 该去哪里尿尿 为什么不能买太大的笼子呢 就是因为如果买大了 它会把笼子的一半 当成自己的卧室 剩下的一半 当做自己的厕所 坐不会咬人吗 不会睡觉打呼吧 打呼啊打得可想啊 是那种 一天睡多久 这个是根据情况啦 有的时候带它出去玩 第二天它就会整只狗 很累 完全不动 像死了一样 主人出去了 那它就会一直睡 人一回来 狗就比较不睡 日常的花费 SOP呢一个月是 250块钱总共加币 也就是人民币 是5252 1250 其中分食物是80加币 5800 400人民币 玩具是10块钱到15块钱 驱虫是20块钱 一个月 保险是80块400人民币 洗澡呢是50块钱 那我们其实平时 也是偶尔会自己来洗的 但有的时候 大家说就是因为 外面那个passmart那边 把它那个指甲刮得比较好 洗澡多久洗一次 不建议洗太频繁吧 因为会损伤它们的皮肤和 那个毛的质量 就摸起来没有那么顺扭 大概是两周到四周洗一次 我们SOP平时 一般都是一个月洗一次 遛狗的频率 这个要看什么狗种了 那法国斗牛犬的话呢 就是一天两次 一次15分钟 这两次里面 它会自己去尿尿拉屎 下面一个问题 喂食的问题 小狗它们的肠胃比较弱嘛 所以建议是一天三餐 就是像人一样 少吃多餐 这样比较健康 那它长大了以后 像现在它这个年龄 三岁嘛 可以慢慢过渡到 一日两餐 下面一个应该做绝育嘛 这个上面小时候都写的是 没有繁衍打算的话 推荐去做 因为对小狗狗的健康比较好 也对其他狗狗负责 体味的问题 SOP有体味 刚刚讲过 但不是很重 其实它不是很臭 驱虫这个问题 也是有很多人问的 就是多很多天气比较冷嘛 那主要驱虫的时候 我们是夏天 夏天的时候 我们是每个月 给它在脖子这边 第一那种驱虫的药 叫做Advantage 或者Revolution 体内的驱虫呢 就比较不常发生 就是它生病的时候 你带它去医院呢 医生可能会告诉它 体内有虫 这个时候就会需要 体内的驱虫吃药啊 这样子 那回国期间的寄养 我们一般回国期间的寄养呢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专业的 记住我的词是专业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去专业的寄养的地方 会比较有Emergency plan 给狗狗寄养这种事情 比较要舍得花钱吧 下面一个问题 肋痕的问题 发痕这种狗 是肋痕属于比较重的 就是它这个褶皱这里 你看吗 红红的地方 这个就是肋痕 那它这个肋痕呢 是跟自己的食物有关系的 一天用湿纸巾 那种baby wipes 上面不要有任何的 酒精成分在里面 给它擦这个肋痕 一天擦三次这样 然后水呢 建议是给它们喝过滤水 这样子 发痕的肋痕会比较少一点 比较淡一点 还有问题 问Area和Soap的关系 它们的关系就是 相爱相杀吧 就碰到一起 两个人这样 那种 下面一个问题是 放屁的问题 就放屁很臭 改善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让它喝原味的酸奶 它跟宠物 其他宠物相熟的好吗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问题呢 就是其实是跟人是一样的 就小狗刚回家的时候 它小的时候 你就需要经常把它带出去 不一定要跟其他狗玩 也可以跟其他的人 对于这种新鲜事情的 接受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下面一个问题是没有车可以养法痘吗 完全可以啊 不要影响生活的情况下 养狗这个事情就是要认真用心的去养 不要说你把它买回来 就是为了无聊的时候才陪它玩 你要对它有一个责任吧 如果你这方面的心理做好准备了 那我相信会给你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 远远是大于你需要在它身上花费的精力和时间 好了以上呢就今天跟大家录的关于soap的 关于法痘的问题 还有养狗方面的问题 那希望可以给想要养狗的朋友 或者已经在养狗的朋友一点点建议和帮助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谢谢小时候今天在这里陪我们录这个视频 我好喜欢法痘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